騎車被巡邏員警查獲通緝身份 男子帶警方回住處 他娓娓道來 會被通緝是有苦衷的 幾隻小黑狗看到主人回家 在地上猛咬尾巴 男子放心不下的 就是他們才一直都沒有報到服刑 原警在三寶鎮會替他安頓小狗 男子才願意配合 高雄這一名林姓男子去年底 因暗要入肩 但收養的母狗生了9隻小黑狗 他怕沒有人照顧 寧願被通緝 原警跟鄰居答應幫他照料 他才安心 押解上車時 小狗還想跟著主人 另外還有這名男子 騎車開遠光燈 太刺眼了 遭警方盤查 看看長相 怎麼跟他報的身份 照片不一樣 這名紅系男子也被通緝 廣報親友的身份證號碼 想呼嚨遠景 全程使用遠光燈 本所通人立即上前攔查 過程中 該名男子 廣報有人的身份證 證號 廣報身份 長相不同露餡 機車進燈壞了 被遠光燈害慘 通緝被逮 是天注定 TVBS新聞 趙麗黃曉琪 高雄報道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 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